这里这棵 然后这这这一棵是我家的 然后这一棵也是我家的 然后这边的这这两棵 这这棵和这棵还有 这棵的话是我太太家的 甲女士 甲女士又去挖树去了 没办法 晚上打桂花 打完桂花人家还要去挖树 你想一下 其实挺辛苦的 很辛苦的 所以我为什么我有时候想 想把直播做好 直播做好的话 假如说我最近不是在弄那个 那个店铺吗 弄那个店铺 然后我打算带我们家的 就是我们家里有有什么农产品 我就打算带那些农产品 不是你是来自阳朔的 对啊我家是阳朔的 阳朔的 做农民就是这样子 你就要靠天吃饭 太太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啊 就是我奶奶 我奶奶的备份上去 就是太太的备份 就这个意思 懂了吗 就比奶奶的备份还大 我现在你都搞错了吧 我多久都没洗衣服了 我多久都没洗衣服了 我至少我白天 我白天我都没播了 白天至少停播了 快一个月 不是太婆家 就奶奶奶的备份 比奶奶的备份 再大一个备份 什么叫谁帮我洗啊 只是我不直播洗 蒋女士有时候她要骑得着 她有时候就帮我洗 有时候就我自己洗 那不就太奶吗 反正就是差不多那个意思 所以我就直接叫太太了 人家刚刚你看人家60岁 还在那打桂花 就是她的备份比我们大 就是假如说 有的人按照什么备份呀 假如说我们这边备份就是什么 冬之备冬之备 毕之备 然后培之备 就这么排下去 你知道吗 人家的这个备份高一点 就这个意思 还行吧 阳术的话可以去那个相公山 那个那个叫什么 相公山还有什么来的 还有还有还有那个卢一峰 我不是富丽桥的 我家没有在那么好的地方 我家在农村里 我属于壁子呗 所以我备份有点小 也不算很高 西街就是旅游人 平常去那里吃吃喝喝 像你们在那个西街里面 可以去尝一尝那个桂花糕 桂花糕的话 桂花糕就是 就是那个 用下面用那种糯米做 就是那种糯米粉 蒸 蒸完之后上面放的桂花 那个叫做桂花糕 桂花可以做桂花酱啊 我打算要出一些视频 出一些视频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录视频了 那个亭子很像 那说明我们这里 还是有一些农村 基本都会见的 7加1就是8加1 因为在平台里他不能那么讲 所以就是讲7加1 7加1再加1 规划给灯壳 你想放都可以 很方便的 其实很多地方都都都 你都不用 所以我我是打算 我没有导游证啊 我没有导游证 因为我之前有粉丝说 让我去做 就是那种 卖那个卖票嘛 就是做导游卖票嘛 就是做那种旅游主播 你知道吧 做那些旅游主播 我就没想着做旅游主播 做旅游主播的话 我只是觉得 比起我要是带农产品的话 好像没有那么好 我感觉带农产品的话 车里有什么东西啊 或者人家隔壁车 有什么东西啊 你帮人家卖一卖 我觉得这种挺好的 所以我就没想着做旅游主播 没空烤 烤那个东西 除非以后有空了先 我现在就想着 先把我这个农产品先做好 做好了以后 有机会你做考个导游证也可以的 现在基本对啊 又是基本都是自驾游 谁还有那个找导游啊 那种都是人家旅行社里面的 安排的那种导游 我跟你们讲 一般来阳术玩的话 那个来阳术玩自驾游就已经足够了 你不需要找导游 对啊 三龙很多人不愿意做啊 因为什么呢 很多人前期 像有一些视频里 人家前期自己去种植什么东西 去养植什么东西 所以为什么 其实我当时我回来的时候 我也很想 就是我不说过我想创业嘛 对不对 我也想 我也想去种 就是去种植什么东西 养什么东西 但是的话 成本太高了 假如说我愿意投 假如说我愿意拿出成本 十万二十万出来做 那如果说做不好的话 那我就会血本无归 我不像人家那种 就是口袋迷很足的那种人 我又不是人家那口袋迷很足 对不对 我投资 投资了 我的回报周期很短 不 很长 就是跟做奶茶店一样的 你做个奶茶店 你的回本周期太长了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 适合我长期去做 所以说我才选择了 就是说 我去办了个营业执照 然后呢 我去弄了个抖音店铺 假如说我们家里 不是最近挖了有红薯吗 很多粉丝问我 我家红薯什么时候卖吗 对不对 什么时候上车卖 然后呢 我就这两天我才刚弄清楚 就是弄清楚那个抖音店铺 然后等这两天能卖红薯的时候 我就把红薯先上车 假如说 看看你的直播人数的量 包括买的人的量 这种都是有关系的 就是看看是否可以 哪怕我卖的只是我家里的东西 对不对 他这种慢一点点 无所谓农产品 我的利润没有 就是我不亏本 就我觉得挺好的了 对不对 只要我不亏本 我利润少 我都没关系啊 哪怕我就是刚好 我自己出个快递费 我能够拿到快递费 我的 就是我的成本 假如说 跟我们车里人 他们这种农货的成本 刚好打平 我没有利润 我都无所谓 至少我不亏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才选择了做农产品 那假如说 你能够做起来了以后 你自己想 做一个 种植什么东西 或养植什么东西 你的空间就大很多 也会有那样的 也会有那样的 那个海湖天风 但是的话 我还是 还是更想 做这种 农产品吧 我觉得会比 会比我觉得做导游 会更有 好意义一些 虽然说做农产品 会有 也会很累 因为每天 你都会去地理 去干那些活 因为 有时候你像人家 做那些才艺主播 我也想做这种才艺主播 但那不是长久路线 虽然说那种 一时间 你能收获很多东西 他不能做一辈子 也不算一辈子 我这怎么做一辈子 我也不能 我也不能说 我能做个 我做到60岁 对不对 快递单的那个打印机拿回来 因为打印机还没拿回来 然后我看下那个工厂的那个老板把我那个纸箱子做好了没有 我想把那个纸箱子拿回来 感谢感谢他们的支持啊 你可以关注一下 至少你下回别找不到了 因为现在挖出来的红薯太少了 因为我们家那些后面的那些红薯是有点晚 不是那么快 就挖了一点点不是很多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村里的 假如说我们村民的话 想要说有一些那种豆子啊 他们对不对 他们那些豆子啊 他们黄豆啊 黄豆的话很多也喜欢吃的呀 黄豆的那个 那种算是蛋白子嘛 它就会很多 我记得好像黄豆里是不是也还有蛋白子 我不想回答你这些灵魂的问题 我多少睡跟我想要努力也没关系